字幕提供 不過由於巴爾經常受傷 斯丹要想一個後備方案 陣中就剩下EC高可以用 但EC高和巴爾是兩個不同風格的球員 斯丹要變陣 而這一邊就把王馬推上另一個層次 兩閘繼續統治邊路 EC高落一格就形成一個鑽石型中場 變成一個4-4-2 EC高在偽進攻中場位置得到完全自由度 可以在這個範圍周圍走 在不同位置幫手形成Overload 受惠於EC高落一格 斯丹亦可以更加貼近中間做一個正前鋒 這個變陣就完全強化了王馬的中路 跟之前4-3-3一樣 兩閘押前 中場Kerouz和Modek會下來虛位接應 如果對方一對亦跟了一對閘回防 Kerouz和Modek就有很多空位可以轉身做球 如果不跟又會走掉一對閘 加上EC高來幫手一樣死了 對手就會混亂究竟跟誰好呢? 而且賓斯曼和斯丹有更多時間居中 中間接應點比以前多了一個 又或者其中一個前鋒去邊線 令到邊路更加多人 後場做球選擇多了 傳給其中一個前鋒再帶到邊路給兩閘走 然後又衝入禁區重複之前講的傳中 重點完全是兩閘的強大 再加上EC高不時左右左右幫手 令到皇馬好像在任何位置都可以overload對手形成優勢 如果對方將防線壓上 皇馬真的可以看到會飛 歐聯的Dormund就完美示範了怎樣令到皇馬會飛 詳細分析可以看歐聯H組 Dormund對皇馬的比賽分析 防守方面一對前鋒留在前場準備反擊 同時牽引對方後衛 正常防守的時候 皇馬仍然以鑽石形的中場應戰 倒閉一個中路 開放邊路給對手 逼他們在邊路進攻 如果遇到對手轉邊的時候 EC高就可以退入一格補位 形成一個正常的4-4-2 而皇馬的防守站位 亦可以令他們在任何位置都可以快速地給對手壓力 令對手失球然後快速反擊 今集對C-Down的皇馬戰術分析就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有什麼意見呢? 不妨留言大家再討論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 這裡沒有任何夥古這個 前天 不好見 其實有點想像那些 不過剛剛起來 海ーン